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香港中文大學大佬語言之研究所的網上講座 我們今天會講早期語言發展,這個系列有三場,這次是第二次 我知道在座當中有些新的家長加入,所以我也特別歡迎上次參與過我們的家長 因為有些家長是新的,所以讓我再次介紹自己 我是研究所所長黃俊文 Patrick Wong,我自己是一個語言治療師 我也是一個神經學家和語言學家 我也是有兩個小朋友,他們曾經經歷過0至3歲的階段 我知道在座當中很多家長都在經歷這個階段 待會講座完之後,我也是有一個Q&A的時間給大家家長問問題 我也希望用我做過家長的經驗,以及從研究的經驗,以及做語言治療師的經驗 去幫大家解答一些問題 再次講五月就是語言,言語及聽力關注月,所以我們也是有這個講座 這個網上的講座系列有三場,我們上次講了聆聽和口語 今天我們會講商語發展,下個星期同樣的時間 我們會講有什麼可以提升到小朋友語言發展的策略 這個講座我們會放上網的,遲些我們放上網之後 我們會發電郵告訴家長,讓家長可以重溫 可能我會講得很快,如果你們錯過了一些知識的時候 如果你想重溫,也可以看這些片段 我們這個講座是針對早期,什麼叫早期呢? 我們就是講0至3歲的小朋友 因為0至3歲的小朋友暫時不懂得看書,暫時不懂得寫字 所以我們的針對都是講口語的發展,spoken language 或者oral language 我們希望關注他早期的語言發展就可以提升到小朋友的潛流 因為語言和其他發展的範疇和讀書都有關係 我們這個講座系列也是得到中文大學的文學院的支持 以及我本身的系列,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的支持 我上次也講到,我首先是重溫,很快地重溫到我們上次講的東西 語言發展有兩大因素,我上次也講過了 就是大腦和聽力 所以我們上次的講座也是專注於聽力 如何和大腦的關係,如何支撐到語言的發展 語言發展也需要一些小朋友聽到高質量的語言輸入 我們稱為language input language input 大部分都是來自家長如何和小朋友溝通 他們交流的關係 都會令到小朋友的語言發展會好些 我們下一堂就會講,有什麼策略令到家長可以在家裡做到 令到小朋友的願發展會好些 我下一次會再講 我上次講了,語言的發展有一個穩定性 穩定性的意思是小朋友的排名是穩定的 不是說他不會有進步,他和自己比是會有進步的 我再解釋一次,上次我舉例說有五個小朋友 小朋友ABCDE A的小朋友的語言能力比較低,語言的分數比較低 E是比較高分的 他在一歲的時候就會有ABCDE的排名 七歲的時候每一個小朋友和自己比都有進步 所以你看到他們升高了 但你看他們的排名大約差不多,排名相約 而我們穩定的意思是他的排名也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們不做一些特別的介入 小朋友的排名也會有差不多的 但穩定並不是代表不可以改變 我們上次也講的 為什麼我們要預早知道自己的小朋友能力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想改變他的排名的話 我們要預早知道他的排名在哪裡 讓我們可以做一些早期的介入手段 令到小朋友的發展也會好一點 我們上次也講了一點 因為早期介入我們知道 效益會比較高 為什麼要早期呢? 就是英文叫Cost Effectiveness 經濟效益會比較高 經濟效益會比較高 可能你早期做 可以做小一點也會很有效 如果等到遲些才做 可能要做很多才有同一的效力 為什麼早是這麼重要呢?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上次也講到 小朋友的語言能力會跟隨中型曲線圖 Bell curve 大部分小朋友都是中間的 有小部分的能力高 有小部分的能力低 而語言障礙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在線上 在最尾尾這些小朋友 我們就叫做原障礙 但是要知道 可能你的小朋友在這個位置 或者這個位置 未必在尾尾這個位置 但並不是代表他們沒有改善的空間 可能在這個位置你也想他們會改善 所以其實對大部分的小朋友來說 都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而我們下次講 語言發展的策略 怎麼可以提升語言發展的策略 家長在家裡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那些其實很多家長都可以做的 不只是你的小朋友有轉型障礙 你就可以做的 語言發展很重要 因為早期的語言發展 我們上次講的聽力和語言發展很重要 早期的聽力、語言發展 以及他學前的能力 以及準備他上學會有關係 跟他的學業有關係 跟他的高等教育機會有關係 高等教育當然是跟他們的career choices 他可以找到什麼工作 以及他的生活質素都有關係 所以早是重要的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注視到 關注小朋友的語言發展 因為關注他們的語言發展 就會有機會去提升他們的潛力 OK 講回語言是什麼 上次也是講過的 語言是什麼 語言是一些複雜的東西 以及有層級的東西 我上次講過的就是這個圖 這個就是cat 我們看到有一隻黑色的貓 坐在紅色的梳法裡看著你 句子可以這樣說 句子的最底層就是cat這個字 而cat這個字有三個語音的組成 就是k,a,t,這三個不同的語音組成 上一級cat這個字 上一級就是一個黑色的貓 a black cat 再複雜一點 就是a black cat is sitting 一隻黑色的貓坐在這裡 再複雜一點 你可以說 a black cat is sitting on the red sofa 一隻黑色的貓坐在紅色的梳法上面 再複雜一點可以說 a black cat is sitting on the red sofa looking at me a black cat is sitting on the red sofa 一隻坐在紅色的梳法上的黑色的貓 在看著我 所以你見到語言是一個複雜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有一層層的 可以加一些字上去 令到它的句子是越來越複雜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待會我講雙語的時候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上次講到聽力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cat,mat,bat都是一個字 一個語音而已 如果我們轉了一個語音 就會令到那個字的意思都改變了 所以早期如何去預測小朋友的語言能力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看他的腦部 看他的中書神經系統 究竟接收這個語音的能力有多準 我們上次講過 我們可以做一個EEG的測試 我們播一個音給小朋友聽 我們用這個EEG 就要看回腦部電圖 究竟小朋友聽的音聽得準不準 我上次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小朋友 只有四個月大的 可以看到這個小朋友的腦部電圖 會看到他聽的語音比較準 因為這條線比較光和連續性 而這個小朋友比較散 即是他聽到的語音沒有那麼準 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看看這些不同的小朋友 將來的語音發展會如何 這兩個小朋友 這個語音發展是排99 而這個小朋友是排第10 由低數起 即這個小朋友的能力會比較高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研究 製造了一個人工智能的程式出來 就是預測小朋友的未來的語音發展 而我們這個研究裏面 就是當我們有些新的小朋友 來到做一個EG測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他的腦電圖 放進我們人工智能的程式 就可以幫我們預測到 究竟這個寶寶 將來他的現發展會有多好分 我們上次講過 有興趣的話 家長可以重溫 我們講今天的正題 今天就是講雙語 首先我們講一下什麼叫做雙語 雙語 很多做雙語研究的學者 而且認為雙語是指經常性使用兩種語言 甚至是每天經常使用兩種語言 雙語的意思並不是代表這兩種語言都要完美的 因為早期發展 我們知道小朋友 如果他們同時學雙語的時候 可能他會學一些字 只學到英文 另一些字只學到中文 不是說他兩種語言都知道所有的字 例如他會知道蘋果是Apple 英文知道是Apple 中文可能不知道蘋果是用蘋果的字 我們說雙語的人並不是代表他長大了的時候 都會認識兩種語言 所有字都會認識兩種 我用自己做一個例子 因為我讀書是用英文來讀 其實很多字的專有名詞 我只會用英文來知道 我只會知道英文的字 而不知道中文 其實我預備這些講座的時候 我都要去找找這個字 中文是怎樣說的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在專業上 就是懂英文 但可能在日常生活上 就是懂得說廣東話 所以我要強調 我們不是說需要兩種都是完美 兩種都是完美 兩種都懂得所有的字 就叫做是懂相語的 OK 今天我想希望 其實我也講過這些講座 也跟很多不同的家長交流 大約我都知道 通常家長有五個問題 我今天就希望可以解答到四個 當中四個問題 而下次就解答最後第五個問題 家長通常有這五個問題 關於相語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的小朋友 如果一早接觸相語 會不會有些輸蝕的地方 其實他們的意思 通常都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我會不會把那兩種語言混淆了 如果他又聽到中文又聽到英文 會不會不會分別這兩種語言 我待會就嘗試用一些科學的數據去解答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關注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是慢了 因為我要學兩種 那小朋友會不會特別去詞彙掌握 會不會是慢了 通常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一組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小朋友學兩種語言 開頭 小時候同一時間學兩種語言 除了會講兩種語言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益處 我剛剛說了有什麼其中的益處 其實是有益處的 第三就是說 如果我的母語不是英文 通常都是講英文的 如果我的母語不是英文 我是不是都可以和我的小朋友講英文呢 我母語不是英文 可不可以和我的小朋友講一種不是我母語的語言呢 related to 這個問題 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問題 如果我的家庭的僱員都是非英語的 可能是菲律賓話或者印尼話 那是不是他們可以和我的小朋友講英文呢 那第四個問題 就是萬一如果我的小朋友是有發展障礙了 或者有自閉症 語言障礙 我是不是應該呢 就要把語言的輸入是簡化的意思 通常家長的問題 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我犧牲中文 就正是和他講英文 因為英文是一種比較容易的語言 那麼我們一會兒就嘗試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麼最後的問題呢 就是說 那我有什麼方法是可以促進到我小朋友 相語的學習 相語的發展 這個我會下一次講的 OK 那麼現在講第一個問題 如果小朋友很開頭很早已經學兩種語言了 會不會混淆 會不會有其他不好的好處 是不會混淆的 那麼我們講一下研究報告 這個是一個加拿大研究報告 是Bires Highline 他是在Montreal Concordia University 但他做這個研究的時候應該是在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就做了2010年發表了研究 那麼他這個研究就是要看一些很小個很初生的小朋友 因為嬰兒 那麼這些嬰兒在不同的環境上長大的 那麼有14個嬰兒就是在一個中文和英文的商語環境長大 有15個就是在英文和菲律賓話的語言環境長大 有15個是英語、單語的語言環境長大的 那麼他這個研究就是看小朋友 聽不聽到兩種不同的語言 分不分別到兩種不同的語言 或者是否喜歡一種語言多於另一種語言 preferred or preferred一種 over另一種語言 那麼小朋友很小 他不可以告訴你 我喜歡英文多點 我喜歡中文多點 那麼我要怎樣去測試小朋友呢 就是用一個奶嘴去測試 而這個奶嘴其實裡面有一個感應器 感應到小朋友究竟 吸的時候是否吸得快和大力 吸的時候是否吸得快和大力 因為通常如果小朋友喜歡一種語言 他會吸得快和大力一點 那麼用這個方法 看看小朋友是否分別到 或者是preferred or prefer一種語言 那麼這個就是研究報告 剛才我講的有三組的小朋友 一些菲律賓話的商語小朋友 英文、中文商語小朋友 和英文單語小朋友 這個第一個實驗的測試 就是他們會不會喜歡一種語言多點 這裡就是測試他們是否喜歡菲律賓話 Tagalo就是菲律賓話 或者English英文的 那麼商語的小朋友呢 你會發覺有些就喜歡Tagalo多點 有些就喜歡英文多點 但是如果你看單語的小朋友 英文單語小朋友 他只是喜歡英文而已 喜歡不喜歡是一個個人的喜好 但是你知道自己喜歡不喜歡 其中你要知道的東西 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你要分別到那兩種語言 如果你分別不到 你怎會可以喜歡一種 又不喜歡一種 這個是實驗一 第二個實驗就是看這些小朋友 是不是區分到兩種不同的語言 那麼這個實驗就是兩組人 第一組就是一個菲律賓話 和英文Tagalo 和English的bilingual的商語小朋友 就是圓形和紅色 第二組就是三角形和藍色 就是一些英文單語的小朋友 那麼我不會講詳情 我只要告訴你 一些商語的小朋友 他能夠區分語言的能力是高一點的 那麼這個研究報告就是告訴我們 什麼呢 就是說小朋友其實 嬰兒其實很早的時候 都可以分別到兩種不同的語言 你不用擔心他會將它混淆 因為語言本身有語言的節奏和特質 所以當小朋友聽到的時候 他就區分到這種語言和另一種語言 是有分別的 他不會搞亂的 因為他本身語言裡面有些特質 是令到他很容易地去分別 而我們的小朋友的大佬 是很厲害的 是很早已經分到 所以你不用擔心小朋友會搞錯 那麼第二個有關的問題就是 會不會如果你同一時間學兩種語言 你不單止會混淆 或者如果就算你不會混淆 會不會是學習得慢一點的 答案也是一樣 不會 我們看兩個研究報告 其實有很多數據 但是我們看兩個 一個是比較早期的研究報告 在1993年發表的 在美國做的一個研究報告 他們就是看一些講英文的單語的小朋友 以及講一些英文西班牙話相遇的小朋友 而這些小朋友是8至30個月 他們這個研究裡面就是測試 他的詞彙有多少 他給他一個英文的測試 他給他一個西班牙話的測試 然後他將這兩條數加起來 還有他再測試其中一樣 叫做conceptual vocabulary 看看他的概念 不是只會他懂不懂這個字 而是他懂不懂這個概念 很簡單很快地跟大家講 有兩組的小朋友 商語和單語 bilingual 和 monolingual 英文西班牙話 total 總共 以及概念上 你會知道在理解上 商語的小朋友 比單語的小朋友有小 你看到這裡比較高 total 總共 總和 以及概念 是比較高 你看 如果你只看一種 你只看英文 你會發覺 商語的小朋友 比單語是輸蝕的 因為剛才我都講過 因為早期學商語的時候 你可能有些字 只是用英文式 有些字 只是中文式 或者是西班牙話式 所以如果你只量一種的話 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懂那個字 不過只懂一種語言 所以我們要量兩種 一起量 才知道原來他懂那個字 OK 單語那些 你當然只會量一種 如果跟商語比較 他們其實會比較少 在理解上 如果在製作中 在講的方面 就差不多 商語和單語 都是相差無幾的 早期有些研究說 商語會慢了 沒錯 他們慢 慢的原因 因為你只量一種 你只量一種的話 你會發覺很難 但你量兩種的時候 再加起來 你就會發覺 其實他們是沒有輸出的 這是比較近期的研究 2021年 是講英文單語 或者是講法文 和英語相語 單語 或者他只會講法文 或者只會講英文 相語就是法文和英文 環境長大的小朋友 都是量度他們的詞彙 這裡就是 整個詞彙 有多少字 你會發覺 兩組其實是相差無幾的 所以是沒有 不會因為你講 商語 在學著商語 你有輸出 但當你只量一種的話 就會有輸出 所以一定要兩種一起量 你便沒有輸出 或者甚至乎會更好 OK 講第二個問題 商語學習 有什麼益處 或者是一輩子都會有益的 OK 講一下這個研究 都在加拿大做的Bialystok 在多倫多的一個學者 York University 這個研究裡面 就是看104名的小朋友 大約都是六歲 有幾組 一組是英文單語 另外有三組都是相語的 英文中文 或者英文法文 或者英文西班牙話 他們做不同的測試 其中一個測試 就是看他做一個 叫做Switching Task 這個Switching Task 我應該會給大家一個例子 就是測試他的執行能力 那個Executive Function 測試就是這樣的 現在大家看到這些字 這些字就是 就是red,blue,green,black,blue,green 而那個字 說的意思 那個顏色 和字本身都是相符的 就是說 我寫red的時候 我叫你看red的時候 那個字真是紅色的 我叫你看blue的時候 那個字真是藍色的 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叫小朋友 去讀這些字 去講這些字的顏色 就是說這個就是red 這個就是blue 你會知道 顏色和字的意思是符合的 那蘭就是另一個任務 就是我也是叫它講顏色 但是這些字 那個字的意思 和顏色本身是不符合的 就是說我這個red這個字 我不是用紅色去寫 我用綠色去寫 這個blue這個字 我不用藍色去寫 我用紅色的顏色去表達 你會知道意思 字意和本身顏色是不符合的 我也是叫這些小朋友 去讀這些顏色是什麼 他們會說 red blue green 我們會發覺 不要說小朋友 大人都會慢了 因為不符合 我們叫小朋友 你不要管字寫什麼 我只要你注意字的顏色 就是說叫他去按下字的意思 而只是專注focus在顏色裡面 其實是很困難的 要壓低一些東西 我們叫這個任務 去測試他們的executive function 不要看這邊 我們只是看一個結果 黑色這個bar 就是講一些單語的小朋友 他們的表現 而其餘這三個bar 就是講一些相語的小朋友的表現 你會發覺單語的小朋友是高了 高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計時 我們叫他讀這些字 就算時 算他讀得多快 我們發覺 如果你單語的話 你做剛才的任務的時候 你是慢一些 如果相語的話 你是快一些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相語的小朋友 可能他們的executive function 會好一些 為什麼他們會好一些呢 就是因為當你是相語的時候 你可能很多時候都聽到一些code switching code switching 即是一個句子裡面 會有兩種不同的語言 或者可能你經常說話的時候 你會想壓低一個語言 或者想辦法去選擇另一個語言的詞彙 因為你經常都要去juggle 經常都要去交換這兩樣東西 要壓低一些東西 要選擇一些正確的東西 經常去做 你的腦經常做這個exercise 就運用到你的腦的prefrontal cortex 就是腦前面的位置 經常都要用慢的exercise 你的腦 跟你的腦在做體操這樣 因為你經常去做這件事 而單語的人只說一種而已 他不需要去交換 他不需要用他的executive function 所以因為你長期要去做這個exercise 如果你商議的話 所以你做這些任務的時候 就會快了 其中一個研究 都是Bialystok做的 另外一個研究 就是看看腦部的健康 那個認知健康能力 這個研究是2007年發表的研究 他的團隊就是看看 一些商語的老人家 和單語的老人家 他們會有認知障礙的歲數 是否會有分別 認知障礙 俗稱是老人癡癌症 這個研究 他就會找一些單語的人 和商語的人 在醫院裡面 去看他們的醫療紀錄 去看看會不會一組的人 他得到認知障礙的年紀會遲些 他就發覺如果你是商語的話 和單語比 你會遲些 才會有老人癡癌症 即是認知障礙 如果你商語的話 你是78.6歲 就會開始呈現有認知障礙 如果你是單語的話 是75歲 大約3至4年是比較早 你會說 這個研究部只是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商語的人 多數都是移民去的人 是不是移民去的人 會有遲些認知障礙 在2013年 印度也做了一個同一個實驗 阿拉迪的同事 在印度做 印度沒有移民 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他就看一些商語的印度人 和單語 認識兩種不同的印度語系的人 看看他們會不會都是 如果商語的話 認知障礙會遲些 研究部份都是一樣的 他不是印度語系 即是說兩種不同在印度說的意見 我應該說明 2019年 我的研究團隊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 如果商語是好的話 如果我教一些老友記 老人家學英文 一些不懂英文 但我教他英文 會不會令到他的認知能力高了 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我們教一些老人家 六個月的英文 我們發覺 教了他六個月的英文之後 他的認知能力的得分真的高了 這是我們2019年發表的報告 其實商語是真的對我們的老婆好些 令到我們的認知會好些 還有可能也會令到我們去 認知障礙的年齡 也是會遲些的 另外我團隊的研究報告 2015年發表 就是看看如果你是商語的人 學一些新的語言的語音 是否會好些 我們發覺是的 如果你是商語的話 你學一些新的語言的語音 一定會好些 另外 另外 學一些新的詞彙 你也會好些 如果你是商語的話 學一些新的語言的詞彙 你也會好些 這是一個研究報告 是我以前的同事 Virica Merian 的團隊發表 在2009年 是我以前西北大學的同事 所以 商語是有很多不同的好處 這些都是行為的測試 如果我們直接看他的腦 會不會真的看到 商語的人和單語的人的腦 是不同的 我剛才也說了 上次我們也說了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可以用一個EEG腦圓的方法 看到我們接收語言的能力 是有多高和有多準的 我上次說過 我的研究團隊 就是用這個EEG去測試 測試一些商語的人和單語的人 他們的中樞神經系統 去跟蹤語音 或者去聽語音的精準度 是否會高一些 是否有不同 我們發覺商語的人 中樞神經是一種處理語音 是比較準的 跟一些單語的人比 這個研究是在香港做的 所以商語的人就是英文和廣東話 單語的人只是廣東話 不懂普通話 我們從兩者比 發覺商語的腦 對語音的精準度是比較高的 這是我們2018年發表的報告 OK 剛剛也在說商語有什麼好處 現在我想回答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自己 英文不是我母語 我是不是還是應該跟我小朋友說英文 很多時候家長都問這個問題 甚至他們問 就是說 是否我在家裡不要說中文 只是跟他講英文 讓他可以 英文可以有多些輸入 會促進他英文發展 但又怕 因為英文不是我母語 其實不是那麼適合 不如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想想背後有什麼考慮的因素 其中第一個考慮的因素 有受家長害怕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我或者我的家庭僱員 臭小朋友的家庭僱員 因為我們的英文不准 有口音 我們慢慢跟我們講 小朋友去講一些有口音的英文 會不會令到他一輩子 只懂得我們這些有口音的英文 OK 我們稍後再講一講 就是說 當你不是母語 不是英文 再跟他講英文的時候 對小朋友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我們稍後回答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小朋友經常有聽中文 有聽英文 會不會混亂 剛剛已經答了 是不會的 第三個有關的問題 就是 如果英文不是母語 我用什麼準則 去決定 究竟我應不應該跟我的小朋友講英文 有什麼準則 可以幫我決定 我也是想跟他講英文 但又怕 那我怎樣去決定 究竟我應不應該跟他講英文呢 待會我會回答這個問題 我儘量用一些科學數據 去跟大家解答這些問題 但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科學數據 所以我稍後會用我個人的看法去答這些問題 那說一下科學 究竟我們有什麼科學數據 這些科學的研究 可以跟大家說 絕大部分都是在一些英文 講英文的國家裏面做的研究 即是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做的 通常這些研究都是想解答兩個問題 其實這兩個問題都是關於一些移民去到那個地方的家長 因為移民去一個英語國家 但他自己本身母語不是英文的環境 的家長 那些研究通常就是 就是說我是一個移民家庭 我呢 英文不是我母語 我是不是還是應該 他在家裡講母語呢 因為他要上學 他要上學英文的 如果我家裡不用英文 他要英文學習 是不是會輸蝕了呢 那這個通常很多家長 去問的問題 而第二個問題 這些研究想解答 是否我應該在家裡講英文 但我又怕我的英文不准 會不會令到我的小朋友的英文不好的 通常是解答這兩個問題的 那些研究 但香港跟這些研究的環境是不同的 就是香港的環境是講中文不是講英文的 而很多時候家長問這個問題的背後 就是他想知道 我可不可以在家裡講英文 因為我想促進我小朋友的英文的能力 但英文不是周歸環境講的語言 因為我們的環境是講中文的 差不多是想做一種比較難度高的事情 因為環境不是 但又想他的英文能力是高 而自己又不是母語 又想他的英文能力高 是想怎樣做 其實是難度比較高的 OK 但是呢 我也想盡量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從這些外國的研究 英文國家的研究裡面 我們可以學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學到的就是有以下這些知識 第一點就是 雖然英文的輸入不是母語的輸入 雖然小朋友可能聽到那些口音 不是一個母語的口音 從那些研究當中 我們知道那些小朋友的英文的發展是沒有輸蝕的 OK 不會是混淆 不會是永遠是懂得父母的非母語的口音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回到學校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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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周規環境 說的那些英文都是一些所謂標準的英文 因為他們會有一些高質量的英文的輸入 所以雖然你家裡的英文不是好 英文或者有口音 小朋友也不會有問題的 雖然你在家裡跟他們說中文 小朋友也不會混淆的 因為周規和學校都已經給了一些很大量 很高質素的語言輸入給你的小朋友 所以你的小朋友也不會有事 所以就算英文不是你母語 你跟他講英文也不會有害處的 OK 另外這些研究告訴我們 小朋友的語言發展 不是建基於究竟他們聽到那個人 那些英文的母語 是不是他們有母語 和是不是母語 關係不是太大的 關係大的就是那個人講的那種語言 如果英文 那個精通程度是不是高 那個proficiency level是不是高 Proficiency 是比究竟那個語言是不是母語 OK 就是說就算你回到學校也好 你的小朋友的英文老師 不是一個講母語的人 但是那個英文老師的英文程度是高 是精通英文的話 你從那個老師裡面學英文 都是對你的小朋友有幫助的 OK 說回香港的情況 因為香港也是比較特別的情況 因為我們想他學英文 但是周邊環境不是英文 我們從那些研究裡面 可以有什麼得著呢 但是因為那些研究不是說香港的情況 所以都要有少少少的 interpretation 有少少的演繹 以下我想跟大家說的 帶回香港的情況 講這些論點 都是我個人的觀點而已 第一點就是 家長你自己本身 或者你家庭的僱員 雖然你的英文不是標準 但是你跟小朋友講英文 你跟小朋友講英文 是不會對你小朋友有傷害的 OK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也要聽聽我下面的兩點 我不是說鼓勵你講英文 或者不是鼓勵你講英文 我只是說就算你跟我說英文 不是說他英文會受損的 如果你接下來會再給他一些英文的輸入 或者在學校 或者在其他方面 究竟你決定 你是不是要跟你小朋友講英文的時候 你真的要考慮 就是究竟你自己的英文是否流利 你是不是真的精通英文 有很多時候家長在想 我只是跟他說英文 我會放棄中文 我就不會用中文的了 因為他可以回家學 中文在家裡就講英文 讓他多一點英文的輸入 但是你要知道 當你只是講英文 不講中文 而你英文不是流利的時候 你會放棄了什麼呢? 可能你其中一個放棄 就是親子關係 因為你自己的英文不流利 可能你表達自己的意思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流利 所以跟你小朋友 去建立那個關係 就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知道 在小朋友的成長裡面 要跟家長 有一個互相協調的關係 英文叫做 parent child attunement 你要大家調整到 究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去建立這個關係 而語言是其中一種 是渠道來的 是當你建立關係的渠道 如果你不能夠很流暢地去講一種語言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你是比較困難地去建立一個互相協調的關係 我不管你英文或者中文 你需要一種語言 是很流利地去表達自己的 另外一點你要考慮 很重要的考慮 就是 不是說究竟英文或者中文 而是你是不是給到你小朋友 一個很大量和一個很高質素的輸入 OK 語言輸入 因為語言的發展 是需要聽到很多 不單止聽到很多 還有要聽到一些很高質量 很複雜的句子 因為剛才我們也說過 語言是有cat 和一層一層的建立上去 我們的語言輸入是需要一個複雜性 需要一些複雜的句子 你要問自己 你的英文的能力 是不是可以給到他一些很大量的 高質素和複雜的輸入 OK 什麼叫做精通 什麼叫做流利 什麼叫做高質量的輸入 剛才我也說過 就是要一些複雜的句子 我知道大家的家長 很多都懂英文 英文都有某程度上的能力 可能你對詞彙上的掌握是比較高的 或者你可以知道 一輛貨車叫truck 一輛車叫car 你會懂得一些單字 可能我會聽到家長 很多時候都會夾一些字進去 希望小朋友學到多些英文字 譬如他見到一輛貨車 他就說 這是一輛truck來的 truck 希望小朋友學到單字的truck 又或者他會跟小朋友說 You need to share 你要 share 你要跟別人分享 家長說 You need to share 或者 Go wash your hands 會講到一些短句 很多時候都會講到一些短句 這個很多人對家長 都想著會多講這些事情 小朋友的英文就比較好 會多學一些字 我所講 精通一個語言 或者高質量的輸入 不是講短句 不是講單字 我是講一些複雜的句子 什麼叫複雜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想大家考慮到 你有沒有很自然地 spontaneously 很自然地去講到以下句句子 就是這個例句 就是說 If I had known you were coming I would have baked a cake If I had known you were coming I would have baked a cake 你會很自然地去講到一個複雜的句子 我覺得這個句子是一個複雜的句子 如果你可以很自然很流暢 不需要考慮 不需要想 這樣去講到一個句句子 我相信 我都可以說 你對英文是有精通的程度 去留意 還有 你可以給到一些高質素 一些複雜的句子 給你小朋友 但如果你英文很自然地 你會只講到一些單字和短句的話 可能你給你的小朋友 那些句子的複雜程度 就不夠高了 OK 所以我建議大家的考慮 就是不要管英文或者中文 你最重要 最少一種的語言 是要高質量的 高質量的意思就是複雜 OK 那我們下次去講 如何去提升高質量 你一種語言也好 兩種語言也好 可能你兩種都可以複雜的 你就兩種都說 但是 至少你都要給你一種複雜的輸入 你的小朋友 我們知道 從其他研究中 我們知道 如果母語說得好 將來你會學一個新的語言的時候 你學一個新的語言 第二語言 或者外語 都會學得好些 你的基礎達得好 你的語言能力是高 你一個高質量的語言的輸入 你的母語學得好 你的外語 第二語言也會學得好 所以我想大家考慮 不要犧牲了 因為想他學英文 而令到小朋友 而犧牲小朋友 有至少一種語言複雜的輸入 我不管你是什麼語言 總之一種 是有一個複雜 一個高質量的輸入 OK 第四個問題 就是家長會問 如果我小朋友 已經斷定了有發展障礙 例如離子閉症 又或者是語言障礙 我是不是還是應該注重商語 其實很多時候 問這個問題的背後 其實我是不是要不要再講中文 我只是用英文 很多時候覺得家長 因為中文是比較難 我就不要用這麼難的東西 我比較喜歡的東西就是學英文 我們用科學的研究去講 答案就是不是的 你不需要去簡化 講口語的發展 不需要去簡化 因為外國的研究 這些都是一些英語的國家 可能那些小朋友 在學英語和西班牙話 或者英語和法文 我們發覺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或者有語言障礙的小朋友 他兩種的語言 都可以從事有進步 你不用擔心 你會切種一種 去幫他去學一種 學得好些 其實他們兩種 都可以同一時間的建立 我這裡有兩個研究報告 其實有好幾篇的文章 都有做過這個研究 這些小朋友 可能在家裡講中文 回學講英文 兩種都可以同時去進行 而我們沒有證據去證明 一種 兩種 是會對小朋友的整體語言發展 會有傷害的 我再強調這裡講的是 口語的發展 不是書面語的發展 我會不會應該要切中文去簡化呢? 首先大家知道 不是中文是難一點 英文是容易一點的 OK? at least在口語方面 其實每種語言 都有每種語言的複雜性 如果你剪掉中文的話 你減除了中文 你要問你要犧牲了些什麼 剛才我已經說了 如果你不用中文去溝通 可能就會阻礙了你親子的關係 關係的建立 你只用英文 你要問自己 你的英文是否流利 是不是很精通英語 因為你要精通英語 就可以給小朋友高質素的輸入 所以我再重複 我們要注重的地方 就是至少一種語言的輸入是要高質量的 所以最終考慮相語來說 我們要考慮什麼呢? 就是有什麼科學證據 我們要想想自己的優先次序是什麼 我可以放棄什麼 我們要考慮就是 我家庭的環境可以做到什麼 什麼是practical 對我來說 還有我可以堅持到底 還有就是要問我們 最少我能不能給我小朋友 一種語言的高質量的輸入 OK 我們要重視的就是 重視語言發展 不是說重視英文的發展 或者中文的發展 而是要重視他語言的發展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至少是有一樣 有一些高質量的輸入 OK 如果大家對商語的問題 還有問題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這個網站看看 Bilingualism Matters 裡面有講很多關於商語的發展 而我們香港中文大學 也有一個兒童商語的研究中心 大家也可以去網站收集到一些資料 還有看看我們最新的研究是什麼 是我們中文大學的 OK 剛才我講也有講我團隊的一些研究 所以我也是多謝我們研究資金的來源 就是有香港和美國 以及一些基金會都會有支持我們的研究 所以我也是在這裡多謝他們 另外也是好像上次這樣賣了一個廣告 我們研究所也做了很多不同的研究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關於早產嬰兒的研究 如果在座當中有早產嬰兒 特別是0至12個月的早產嬰兒 鼓勵大家去我們的網站參與 我們這個研究 就是用磁力共振 照小朋友的腦部 然後我們會追蹤小朋友的語言和認知發展兩年 所以你也會來到我們中文大學去做一些語言和認知的測試 我們也會給你一個報告 OK 再提醒大家 我們這個是網上講座的系列 我們還有一場的 還有一場就是下星期同一個時間 就是講如何提升早期語言發展的策略 希望大家也來參與 跟上次一樣 因為剛才的研究和我自己創辦的公司 和我是股東的公司都有關 所以我也是需要了一個利益的深度 在香港政府的創新科技署的支持之下 我在科學園創立了一間公司 中文叫做科進語言及學習方案公司 英文是Foresight Language and Learning Solutions Limited 我們公司所做的事是和我的研究有關 所以我也是要申報的 因為有利益的關係 以及上次講的 我們的研究也是和我們中文大學 申請兩個專利有關 所以都是想和大家作出一個申報 一個專利在美國一個在國內 今天多謝大家的參與 希望大家今天對相遇也能學到一些事情 以及如果我講得太快 將來我們會很快會E-mail回你 究竟你去哪裡找回這條影片 現在也是解答問答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問題請你在Q&A box裡打出來 我盡量和大家回答 多謝大家